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们现在在贵州的六盘水 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们又要开始长途奔波了 这一次要开车19个多小时 1700多公里 把猴哥送回商丘去 邀请小薇去我们商丘玩 因为我们本来是计划的 要去毕捷 还有尊义这周围玩的 但是贵阳最近的口罩问题 还是有的吗 本来我们想着去云南的 但是云南离商丘就更远了 计划的是这个月15号 之后再回商丘的 现在要提早回去了 提早去北大里 提前去玩点 我就带你吃大餐 大餐 带你吃商丘小吃 这一次的中秋节 只能在高速服务区过了 买了4个月饼 明天中秋就吃这月饼 还有我从老家带的四川香肠 赶长足咖啡都买好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每天变化太突然了 我们都必须要很快速的做出决定 离开六环水 我们之前离开四川的时候 当时只要是经过四川的 去云南都不行 就是说下去的话都要隔离七天 或者劝阀 本来之前想好的开我一辆车 带着锄头兔子去商丘的 就担心到时候取车的时候 又不方便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两辆车 去 准备出发 全程1759公里 途径航瑞高速 二广高速 商南高速 长途行车 请关注爱车油量 现在六盘水上下高速 都很多检查点 想着我们当时来六盘水的时候 直接就下了 变化太快了 没几天时间 现在到了六盘水服务区 在这边把油加满了 再走 啥 来给我 我这可以加一瓶半 因为你的大 不是水盖子还用盖吗 全是灰尺 把空气为水 我们就想少进一点服务区 因为进服务区 它就要少场所码 我们就担心 万一如果 就是说同样的服务区 别人有阳性的话 好像也会影响 具体我也不太知道 因为我家里上一次 就有一个超市 就只有一个人 他是红马 然后其他同样少了马的 瞬间手机都变黄马了 我们现在时时刻刻就想保护我们的绿马 一口气开了300公里还没进服务区 前面最近的服务区还有40多公里 是问安服务区 跑得太远了 我还是第一次开那么久不进服务区的 我查了一下 这附近 还是不太方便 是超过几个小时 它都有行程记录 是吧 知道了 竹头一看我没动静 它就要叫 这两天赶路 视频可能发的就有点慢了 我们终于停到一个好位置了 竹头也自由 我们的兔子也是自由的 还有它要吃干草 留着明天中秋节吃 今天煮了三节 煮粉 吃这个鸡蛋 改个床车旅行就这点好 它这个车方便用水用电 最大的火 煮熟了 再煮这个 想吃吗 闻到香味了没 可香了 是吧 舔一口 他今天舔 你就明天吃 明天舔 我现在就吃 熟了吃 鸡蛋坏了 没坏 我刚才摇了一下 它没有动动响还可以 这个还好 这个不用冰箱就可以 头家的冰箱修好了 寄到广源了 现在还没到货 不知道中间在哪里停下了 稻稿员了 就不能游过来了是吧 没有 郊车起来有点麻烦 它就没管我 它必须要管 那里不可能一直扔在那里 我还以为在同住了 我再给它打电话回头 让它寄到桑丘吧 寄到家里去 对啊 把你那个冰箱 它给寄托地煮了 再煮一下吧 你看里面都熟了 没有 它这个还没熟 它还有那个颜色 你看那个肉的那个颜色 等一下它要煮 来嘛 没有 猴哥 去到商丘可以再买一个兔宝宝 他们就一对了 再买一只小白兔 是不是很难切太干了 没有不干 你看上面的油 啊 看上面的油不干 我们就在这里把晚饭吃了 把今天的视频发了 就要接着赶路 我说兔子在那里立着干嘛 有只狗哥来了 竹子也下车了 竹子看着狗哥啊 不准打架 你看兔子 你看兔子紧张的立起来了 回屋 回屋 进屋躲起来 好萌啊 他喝水 出车 回来 跑 上车 快 走 上车了 我们要出发了 真乖 猴哥煮的太好吃了 泡一下 待会洗了就出发 你视频剪好了吗 我也在这里把视频分享出来 就接着出发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